外媒彭博社15日以海啸入标 来形容中国疫情感染案例 表示许多中国制造商正重返必还生产模式 不过报道指出一旦病例如雪球般暴增 目前不清楚这种办法是否人奏效 上月红海郑州厂工厂工人以强烈反对这种做法 科技大厂苹果积极分散风险 包括在亚洲新兴区域的东南亚印度等地 开始扩大生产基地规模 其中印度已于近年迅速成为新手机制造新据点 数据显示2022年印度的电子专业制造服务 总产值成长至3.37兆卢比 其中以行动装置占45.1%最大 美国参议院周三一致通过一项法案 禁止联邦政府官员在政府设备上下载或使用 社交媒体应用程式TikTok 但仍要等待众议院通过后 才能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期 台湾的人均国内生产毛额将在2022年超越日本 比去年预估的2028年大幅提前 南韩则在2023年 原因是日元对美元重点 加速了这个由生产力差距造成的趋势 不过若只比较15到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 日本人均GDP领先台湾和南韩的时间则会更久 新唐人亚拍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